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找到特别靠谱的人 就像夜谭这样 你特别相信啊 我也不知道 你还得考察我才行 我跟你说 我有这样的人 其实我也有啊 我认识李小佳 我认识李小龙 我见鬼了 我跟你说 这个什么 这个 我跟你讲 我拿了一个东西做比方 就说这个古董 艺术品 对吧 行家和学者 其实很不一样 比如说过去 可能大学里的学者 还瞧不起这些行家 可是我告诉你 真正 你整天人我人流的 你大教授 我研究文物的 研究艺术品的 真让你拿一百万 这杯子放你手里 买完 傻了就 你就傻了 你知道吗 你觉得你都会看 可是真要真金白银 一百万买的时候 本钱不够 行家 本钱不够 不是后面有十个亿 在一百万 马上写下来的 你后面一共只有三百万 你一百万 是 不是 你就是本钱够 你也不能买亏了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真金白银去买的时候 你就怂了 我就说 我真有 我也那个赚几百个亿的 上市公司的老板 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什么时候请我们一起吃 我给你说 几百个亿的 我眼瞅着他 我眼瞅着他 别的朋友听了他的 光机买了 今天买 明天卖 就赚了 但是你知道 就像我给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真的 轮到你自己的时候 这个人的心里 你 比如说他今天跟我说 说这个 你就买 真是哥们能好到这个程度 跟他买 但是我就发现 真让我拿出一大笔钱 要买的时候 我就有点 你明白吗 你听了别人发财的故事 但是毕竟 这个东西 你完全不知道的时候 你还是犹犹豫 到拿自己钱的时候 万一没生 万一 他你怎么知道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他帮助你 徐子东是赚了钱了 但也许该你倒霉 他怎么事实都能对呢 你也未必啊 我看了一个心理学的分析 我看了一个心理学的分析 我明白 我这种人不适合于买股票 心理学的分析说是这样的 你假如赚了一百万 明天你亏掉一百万 你不是说打平的 你会觉得你非常失败 他说人心是这样的 要什么样情况下 你会觉得打平呢 各个国家的标准还不一样 据说美国是四比一 就是你前面赢了四百万了 你后面亏掉一百万 这个人就说 行了 我打平了 中国呢 据说是最现实的 一点八比一 就是说你赢了一百八十万 后来输掉一百万 你就说算了 我退场了 其他国家都介乎于这次之间 这很不公平 你仔细想一想 其实你看仔细 我们要分析中国股票 过去一年的情况 升的到目前为止 还是比跌的幅度大 对不对 你跟一年前比 有人开玩笑说 中国自己制造了两个法国的GDP 最后又掉了一个法国的GDP 那你还哭啥呢 你不是赢了一个法国吗 第一个赢的人跟输的人是两批人 第二心理上还是承受不了 现在的人总觉得股市是很惨 所以像我们这种金经济交 什么赚了一百万 然后输掉五十万 就在那里鬼哭狼嚎的人 您说了这个 就是其实是经济学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个预期理论 他跟心理学相关的 就是说当时2008年 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时他的理论就是说 就一个赌徒 所以我经常说股市跟赌市是一样 就像一个赌徒 他到了赌场里边去 亏一百块钱跟赢一百块钱 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他完全是按照他的本金来的 所以他们说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按照理论研究出来的话 基本上是一比二的比例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亏了一百块钱 那你要赢两百块钱 你的心理的这个感受度 大概才能差不多 我的感受 是吗 我的感受 那要是打平手呢 就觉得是输了 打平手 你就觉得这个 你的成本花出去了 还要看先后 我感觉赌场跟股票市场正好不一样 赌是这样的 你到澳门去 你前面输掉一千块 或者输掉一万块 后来赢回五千块 你回来还很开心 你在船上会跟人说 你后来怎么怎么赢 你去看很多讲在赌场赢的人 讲的没飞色舞 说他赢了多少 你去问他说 总共你从开始赌到现在 你是赢的是多 输得多 都是输得多 但是他照样很开心 股票市场正好反过来 他哭爹叫娘的喊冤枉 你去问他 总共你的本钱 表现你一共十万开始炒股的 最后你呢 他是超过十万的 可是他还是觉得输 我觉得这个心理上有一个 有一个不同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他的心理 我看过就是 关于概率 现在这个经济 他们行为形容学 跟心理方面 联系的很密切的 我看过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第一 他有一个基础价位 也就是说 当你比如说拿着三千块钱 不管是进股市 还是进赌市 你如果是低于三千块钱 出来的 他就觉得自己是输了 就是他的底价 不是说你这个 他是按照你拿的本金 进去来算 所以股市 我们假设拿一百万进去 拿一百零五万 他确实觉得自己赢了 有一个总额的 然后你如果说是九十五万 他就觉得自己输了 而且输得很大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他跟前后的次序 特别有关系 就是说他跟这个老人 或者你恋爱刚好相反 我们有可能对十八岁的事情 记得特别清楚 但他不一样 就是说在这个 越到后面越重要 对 越到后面越重要 你的兴奋感跟幸福感越强 你如果一开始 一百万 你一开始亏了 这个亏到九十万了 然后他就觉得亏了 很那个 但是如果说你回到一百万了 他就兴高财力 因为是他就觉得有希望了 如果只是到了 你你到了一百零五万 但他就觉得自己 如果是从底部上来的话 那他心里完全不一样 他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 大赚了 又又又可以进入市场了 当然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他涨的时候啊 你觉得涨到什么时候要卖呢 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股票市场 有时候明明赚了 你还觉得亏了呢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老想着 你没赚到的那个钱 你一百万买的 结果呢 他到了一百三十万了 那你卖出去 不是你已经赚了吗 问题在于 明天是一百四十万了 对 后天一百 然后你脑子里不想 我赚了三十万 你就想 我亏了二十万 对 这个就人心之黑 所以股票这个东西 你的底线 它是按照 就是说如果那时候买进去 如果今天我没抛 我已经赚了多少了 按照这个来算 他不会去想 你已经赚了三十万 这就是我始终搞不懂 我对这次的大危机 我有个最基本的书搞不懂 就是说 我们中国股票明明是升了两百 现在跌了一百 为什么鬼哭狼嚎的 为什么要救世 救到好像国家要崩溃一样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还是 咱们又回过头来说股市了 就是说 你会发现完全不同 就是这一次的市场 是中国以前前所未有的市场 为什么这么说 不是有意的去抬高它的重要性 以前我们假设一个市场跌了 比如说都跌到九百多点了 或者跌到一千多点了 不是有过吗 那很低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就地趴下不动了 我也不交易了 我手上比如说有这个十万股中石油 我就拿着中石油 很多人开玩笑说 我就传给我的孙子了 我就传给我的孙女了 没关系 为什么这次这么慌张呢 这次很慌张 这次是因为这个融资和配置 我们把场外的叫做配置市场 场内的叫融资市场 是因为借钱太多了 它要爆仓的 也就是说他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包力带来炒股 像人借了你比如说场外配置的 然后你手续费拿走了 他通道费拿走 中间都拿走了 你借的成本又很高 然后呢 这时候最高的配置比例有可能是一笔十 也就是说你一块钱可以借十块钱 然后稍微一跌呢 跌个百分之十不到呢 不要一个跌停的 完蛋了 爆仓了 然后一个一个爆仓 这边爆了 那边爆了 你会发现啊 到最后如果我是一个坏蛋公司 我假设我这个公司很饿 我借钱给你炒 对不对 然后我同时做空股指 我看情况不对了 我就给你平仓 我就根本不通知你们 我把你们仓都平掉 然后这儿再做空股指 对啊 就是说股价的跌 对于这些借钱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话 这个时候 我就会你会发现 政府就急了 你如果是光是输了你们 我就这么说吧 就是咱们都跳楼 也是个体 个体影响是有限的 对 我们身家全输掉了 或者我们就是赚了一个亿 也是有限的 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最可怕的是场外的 大规模的品质 平仓影响到配置公司 配置公司有时候 又是到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 又是到银行去借钱的 然后银行通过理财产品 给他们提供资金 那不是 连锁的 那是不是应该重点查 配置公司呢 在整个这个危机当中 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在查 什么HOMS 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在查 现在当然还没有结果出来 但是啊 我是觉得就是很不可思议的是 这一次你想啊 大涨大跌 为什么 如果说我就是查配置 如果真的是 我就是查杠杆 如果杠杆是可以控制 你知道杠杆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查了之后会这个样子呢 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控 然后没有办法掌控之后 现货一跌 期货就下跌 然后我期货再下跌 我继续砸现货 然后就同步疯狂下跌 两个市场 哎哟 所以这玩意儿真是个 那HOMS后面的公司是阿里巴巴 对吧 HOMS是恒生电子 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服务的领头企业 它也是大数局的一个核心企业 然后呢 后来是阿里巴巴收购了 这个自家叫做恒生电子 然后现在就属于 所以他们才说 前段时间有人开玩笑 我也不知道 就半开玩笑 半认真说 说股灾起于这个杭州 然后是起于阿里这样子 当然阿里那个 后来恒生电子出来澄清了 他现在还在查 事实上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 杠杆这么高 然后你去纵容 就是事实上 你有点纵容杠杆 然后你查的时候 看到这个样子 一开始还不是太警觉 然后后来这个 你去救的时候 一开始还不是太协调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效率 就是你就会发现 我们不知道情有可原 比如说我们现在场外配资 说是五千亿 有可能那是五万亿 我们不知道 这就像我们强强三人行节目一样 著名的马后炮节目 慢本拍 是吧 强强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说这个李嘉诚的理 说得通吗 要说他跌到底了 那是不是可以选择 确实比较有现金 有实力的公司 对 就买呀 我只要不想着马上卖 他这个这个总体生起来吗 那那是不是这么个理呢 但是问题是 他有时候一个周期几十年 等不起呀 真的是这样 你说的太对了 我跟你说 我我我我体会了一下 就是我就说 我我其实是能发财的 我就因为我的这个朋友 我跟你们说 你们别瞧不起我 我有背景 谁敢瞧不起你 你撒面要认识的多了 真是 眼睁睁 但是你就眼睁睁 有人听了这哥哥的了 就发财了 有的人性格 就像咱们这样的性格 是吧 这哥哥就跟我说 说你看 你们这种 就说念书人 你们这种人 就叫他就说一种性格 我觉得太说的太形象了 我就是这性格 犹豫不决 一走就错 想想想 让你买 想半天 最后一下决定 就错了 让你买 你不买 对吧 结果看人挣钱了 你又你又找回来了 好 然后我就 他就前几天 跟我说 你买一个 我就说有一个词 叫实操 你 徐老师 你没真的操作过 就实际操作 你以为就 我就说一个 一个最具体的 就是告你一个信 你去一买啊 你知道吗 你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急剧流动的河流 你知道啊 在你买的同时啊 这个交易一直就在发生变化 他昨天跟我说的 说你去买 好 这个时候还一块六 对吧 然后我还拉开架势 我还开个证券户口 准备 他一打电话 你一查啊 他刚刚一分钟前 有人买了一百万股 蹭一下子已经两块了 然后 就你昨天跟我说 他一块六的时候买 我说现在他已经有了点变化 他一百万股有人买走了 现在已经两块了 我说可能还会涨 要不说他说的确实是对 我准备买了 蹭一下又一百万股 一百万股 就又有人买走了 我心里还瞎猜呢 我说这一百万 是不是也是他俩朋友说的 蹭一下已经两块八了 别买了 这是买啊 还是不买啊 一块六遍两块八你还买 不是这也就说明哥哥说的对啊 对吧 就说明你动作慢了 但是我说我就我就说 他说的对 那我要买吗 最后我就 就临冤陷雨 你知道吗 这个核的流动啊 任何一秒钟都有事情在发生 然后呢 我最后决定 还是先别入室了 然后我又再打电话 是吧 他可能在欧洲呢 刚起床 我打电话 他没接 我说哎 你昨天跟我说的 现在他已经发生了两百万 然后他现在已经两块八了 我说哥哥现在还买吗 那你先等一等 先不要买 我就幸亏没买 你看就说你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巴菲特说的好 就是说啊 咱们这种傻傻 你啊 你不能投机 你不能完全不能 比如说我现在我甚至可以买一点艺术品 你也是外行吧 但是你不至于说完全不懂 而且呢 这个东西你喜欢 而且呢 你多少有些知识 那巴菲特就说嘛 说你要多想一想 你认可什么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什么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真的让你受益了 那么你喜欢它 是有理由的 对吧 于是你投资它 这是个正当的 那你就买故宫吧 像咱们这个完全不靠谱 不摸事的这种 即便我就是跟你说 即便有人跟你说了 你难道真敢去买吗 它实际操作会有很多意外的情况 哎呀 我们在同一站好里都不太靠谱 我跟你说 你还是专家 你还不靠谱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啊 事先判断很难的 看后视镜啊 就是当事后诸葛亮最容易 看后视镜最容易 比如说我们昨天的市场 说我就知道嘛 你看我说的对嘛 昨天怎么7月14号 这不市场 7月13号市场 这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你有本事给我缩准 这个7月16号 17号甚至更远的 那才叫厉害啊 就是说像 就咱们以买艺术品为例啊 你如果不做这个金融融资 不是拿的艺术品到银行去融资 什么金铝玉衣之类的 那咱们就说一般的艺术品 你说一个繁高的话 它上下有可能相差1000万美元 那你去买的时候 你说今年是 我们假设买个瓷器 他说1亿 然后明年还加1亿5 你就会觉得 1亿很低嘛 但是在1亿的时候 你会觉得都1亿了 好高哦 我就不应该买嘛 所以就是做这种决断 就是你高位和低位是最难的 你比如说现在啊 我们如果从历史的长河里边来看 现在3500 3600这样的点位是不高 但是关键问题是 你现在看着他每天跌宕起伏 一会儿千古掌停了 一会儿又跌停了 对 你说你现在买还是不买 我现在是体会到这个 什么叫做过山车 呼呼呼家伙 我最近老在听一个得奖歌曲的歌手 叫Smith 他有时候歌里边的歌词 我就印象 买不买 买不买 他就一直在买 买买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夜谭我再问一个外行问题了 会不会出现像29年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股票市场的情况 导致整个经济的一个大逆转呢 很多人担心的这种情况 因为据我知道 中国的股票市场 占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不像西方占100% 我们只有百分之二十几对不对 他总市值蛮高的 总市值 但总归占我们的总的GDP的只有好像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 他们是一百嘛 那其实中国的股票不会有这么大的连锁反应影响吧 最坏的情况下也不会吧 是不是 不会 你觉得会啊 就是他啊 就是说他两方面原因 第一个方面原因呢 就是说现在的市场已经不小了 我们啊 这个好的时候 期货交易就可以达到几万亿元 一天的交易量 几万亿元 我们不如上了两个法国 下了一个法国 然后是那个现货市场的话 你好一点的 他总市值啊 你都相当于百分之一百五十的GDP 是吧 对 是的 所以他的成交量是很大很大的 他总市值也很大 所以不能出事情 所以他如果一出事 中国是愚昧无知的民众占来的股民的大部分 他这要是全亏光了 对 这个社会动荡啊 而且我们还有个为人民服务的 就不得了了 就不得了了 我记得多少年前啊 有个经济学家在咱们这讲 你觉得他讲的对吗 就那个时候就是说是 他就说 就说好的股市就应该让股民赚钱 没有这种道理的 没这种道理 就是股市就是资源配置 就是讲公平的 我就是 我只要把这个制度设计好 至于赢还是亏 你自己的眼力 认赌服输 你自己那个找到好的公司 理论上是这样子 但是事实上啊 有时候其实我们离理论的梦想境界还很远嘛 所以这两天 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子 他配置嘛 因为一开始赚得太容易了 然后就去配置 这就是 配置就是借钱 是吧 你如果是一个亿 他会觉得一个亿那高啊 我起码要五个亿金市场 那我就是五倍的收益嘛 对不对 对 真是大 所以就进去 进去之后赚的时候好啊 但是现在市场一下来 你就发觉很痛苦啊 痛不欲生 就是你会整天想的就是 又来催我利息了 你市场下来 他利息得交啊 你保证金得交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又要多交保证金了 然后这边市场还在下来 天天看着市场真的是 跟那个夏洛克那个 威尼斯商人割肉 一点区别也没有 拿几个亿去投资 哎呀 不同情 这个你 我前两天 他们朋友圈发那个鸡刚流啊 就是那个刘易签啊 就买那个鸡刚杯的那个 他不是感觉民族怎么样 鸡刚流 不是 就现在叫鸡刚流 这鸡刚流就感觉就是说 我现在就帮助政府救市 对 他们什么的投了很多钱进去 他说我都不为我自己赚钱 因为过去我这么些年 就我的财富全是来自于 中国证券的这个市场 所以他说我希望啊 将来这个股市回升了 我可以自豪的对我的孩子们说 你爹也为了维稳做了贡献 什么他就买什么二级市场 我闹口什么叫二级市场 就买 他的原因 他就是说啊 前一对生的太厉害了 所以他认为这个这个跌 没有什么可怕的 那是 就是说第一 他花得起这个钱 第二 他判断是低位了啊 然后他花得起这个时间成本 然后他 怎么说呢 我也觉得是 这个一不小心买股票 买着买着就成为爱国者了啊 这个听起来也有点 也有点 对也有点好玩对不对 但这个东西其实是跟这个巴菲特学的 巴菲特啊 其实在2008年 美国当时买了高色的那些股票赚了大钱的 就他跟美国财政部站在同一个站号上 就是他当时不是金融机构的股价全下来了吗 全下来了 然后政府就开始救市 美国财政部 然后美联储不是就救市吗 他救市当然不像我们这么直接也 但是他救了之后你会发现 到最后一盘点 他整个救市结束 现在都快要加息了 整个救市结束了 一盘点 哇 美联储赚大法了 那巴菲特呢 巴菲特也赚大法了 所以说对啊 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啊 跟着党走是不是就能赚钱 对吗 因为我幼稚的想党 不是咱们就国家队吗 党就干啥就干啥 党就入市 那咱就趁低吸大 那最后他就能拖起来吗 咱们就跟着党赚钱啊 你想的很容易了 我跟你说 你想的很容易 那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你比如说我社保基金我要入市啊 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我只有把股价砸下来 我要入市 那么我才能赚钱 是不是这样子 嗯 对 那么这个时候砸下来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开始砸了 现在三千六 然后三千八 然后到三千六 我们假设再往下走到三千点 你还敢买吗 就是我反正我体会到了 徐老师我跟你说 别都是纸上谈兵 真来的时候 你呀 方寸大乱 这个这个 真的如果到三千点 你一定会想 会到两千点 对 我不能现在买 对那个剧己的决定 你知道吗 你该卖了 还是该抛了 那就是你对党的感情 不够坚定啊 对 想鸡钢留学习吧 坚定的跟着 对 想想黄继光 想想董存瑞 对不对 对 所以到三千 我如果党家要干啥 你就干啥了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为了股票 为了股票 前进 对 我决定我存款当炸药包 谢谢